社交媒体最近流传了一则短讯说 武吉阿曼警察总部提醒民众 小心绑架集团开车如走15岁以下的少儿 在收割器官做买卖 警方澄清没有发过这个警告的短讯 而这个假新闻已经流传了6年了 武吉阿曼今早发文告表示 假新闻宣称 不法集团使用一辆国产轿轿车和白色客户车如走少儿 还清楚列出肝脏 肺 肾脏和眼睛在内 不同部位器官的价格 警方今天表明没有接获相关案件的投报 而且这个假新闻早在2016年就开始 在不同的社交媒体流传 警方再次出请民众不要转发未经证实的假消息 避免引起社会恐慌